这白头只跑回凌家 原本就是错的 这会儿啊 那白红妇家里头 藏着闺女 骗着任沈武金说 人没在 沈武金想着要人 还被任白红妇 给撵了出来 这实在是欺负 我们沈家村的人呐 这论说呢 白红妇做这种事 要么是该上衙门去 要么呢 是任白红妇 把白头只给交出来 再给任沈武金 好好侦查赔罪 再赔上五两银子的 可再怎么说 这白红妇和沈武金家里头 也是亲家 这有些事啊 咱们也是大事话聊 就不说那么多了 让那白红妇 把白刀只交出来 给沈武金赔个不是 这事啊 就算过去了 但我这话 也说到这儿的 我们这边 已经算是人之意境了 你们白家村的 要是不识好歹 那只能是我们自己动手 该上门抓人 就上门抓人了 嗯 这事我也是大概知道了 刚沈李正也说了 这是俩亲家的事 再怎么说 这也是两家 该去解决的事 两家吵也好 闹也好 到底跟别人家 也没什么关系的 咱们做李正的 平时该忙的事也不少 有些事 该放放手 也得放放手 白李正这意思 就是不想教人了 沈李正不要曲解 我的意思 我只是说这事 咱们两个李正 最好都不要参与 假使 闹上一闹也就是了 这事原也没个定论 本就是公说公有李 婆说婆有李的事 你沈李正说 我们白家村的人 藏着白桃枝 为难沈家兄弟 那我们白家村的 倒是要说啊 是你沈家的三兄弟 逼走了白桃枝 或是将白桃枝藏了起来 在我们白家村 倒打一旁来了 既然白李正这么说了 那我们倒也不客气了 我们沈家村的事 也不劳白家村的人动手 你们去村子里头 爱家爱护的招 非把我们沈家村的媳妇 找出来才成 沈丽颜说话的时候 冲旁边几个 长得虎背熊腰的 年轻后生摆了摆手 几个人得了命令 便要往前冲 谁敢 沈丽正 念在你与我一同都是李正 你也是为了族人的份上 我才好生好气地 跟你说上几句 我曾想你竟是这般欺人太甚 你识何身份 因何缘由 可以带沈家村的人 来我白家村爱门爱护的搜查 是谁给你的胆量和权力 当朝律法中 又有哪一条规定 你可以如此行事 实在不成 咱们也去县太爷跟前 好好问一问 看看这事 是你沈家人的不对 还是我白家村的过错 倒也不瞒你们 我家二小子就在临线做主部 我也把他叫回来 好好问问 将这种事 到了衙门的话 仙太爷该怎么处置 我可以带沈家村的人 我可以带沈家村的先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